今天如果要去爬百岳 真要特别的小心 来看到台中是有个成性男子跟女性朋友 在这个月攀登武林四秀之一的品田山 因为这个积雪已经掩盖了路径 导致他们迷路了 男子还出现了失温的状况 而消防局也派遣救难人员呼叫空勤直升机 把他们吊挂下山脱险 但是警商调查发现 这两人都没有出击紧急救护能力和重招 也没有投保 就贸然的攀登特殊管制的山域 已经违反了台中市登山活动管理自治条例 除了除了1万到5万元的罚还之外 还要求违规者支付搜救费 这部分的费用可能会求偿20多万 算算这两人预计要付出超过30万的代价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